欢迎收看台湿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周景瑜 头条焦点带您关心 嫌犯化身蜘蛛人爬墙行窃 这名嫌犯他欠了朋友15万元 还不出钱 竟然经过新北市新庄文德公园附近 发现有一户住家的二楼窗户没有锁 就沿着工地的鹰架轻松跳上阳台 闯空门行窃 屋主放在家中 一共有90万元的日币以及美金项链都被洗劫一空 黑衣男子鬼鬼祟祟逃离现场手上 拿着一包纸袋里头的东西 全部都是他刚刚偷到手的 年关将近住宅区出现闯空门小偷 周遭居民既是担心又害怕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是不是这个地方要多装一些监视器 还有照明 希望说这边能够加强巡逻 实习男子跟朋友借了15万 还不出来受不了被一再催讨 他竟然扮起了蜘蛛道 路过新北新庄文德公园附近 发现有二楼名家的防火窗没锁 当场心生歹念 决定攀爬围墙 闯进去试试手气 巧的是被害人住宿隔壁正在施工 嫌犯伸手厉害 爬上鹰架 踏过平房外墙 轻松就攀上隔壁二楼阳台 从防火窗入侵 屋主放在家里值钱的项链 以及200块美金 还有多达97万日币 全被他洗劫一空 警方查扣被害人所有之 护照 疫苗卡 优优卡 外币数十枚 全案一违反 窃盗 毒品危害方式条例的罪嫌 移重新北地检署整办 屋主回到家 发现厨房有不明鞋印 家中还被翻箱倒柜 弄得乱糟糟 立刻报警 嫌犯自知 神不知 鬼不觉 不过他却没想到 刑切过程 早就被监视器全部都录下 警方到新北市三重 他的住宿逮人 当场人赃巨祸 尽管男子身手了得 不过终究还是逃不过电眼追踪 想要在过年前解决债务 没料到却进了警局 被移送法办 记得三副前 李昭贤 新北采访报道